血宠的进化 一个技能毁了15年的积淀 在2004年 随着剧情难度逐步提升 侠客开始对宝宝进行体力加点 而当时凤凰是唯一一种带有高级神用的宝宝 同时还带有自带躲避能力的飞行 因此他成为了第一代的血宠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血宠的进化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1.血民宠 在早期的PK中 有一句话叫 得风气者得天下 被风上后基本就等同于输 而宝宝的速度还跟不上自己的速度 吃完五龙丹或喝酒后 下回合继续去读神奇的抗风机率 与此同时将最原始的血宠 打上敏捷再以少量的敏加点 形成咱们现在所熟知的血民宠 在当时五龙丹是没有催眠效果的 没被封印的情况下 使用的话只有回血的效果 因此侠客将血民宠与角色进行速配 提前给角色吃五龙丹 保证可以稳定出手 也彻底改变了输出的宿命 让所有风气掉了一层皮 二 死亡血宠 随着神鬼玄机资料片开放后 推出召唤兽幽灵 它携带的死亡召唤技能 在早期其实就是一个避重技能 没有现在的死亡禁锢效果 只能配合高级毒 让对手不断地掉血 改版后附加攻击时有10%的几率 使敌人附加死亡禁锢效果 从而让死亡血宠 一跃成为暴力流的臂带品 在10连左右经常能看到 两边都是五个幽灵的开局 然后死亡核心人员 从而造成五打四的局面 逼着许多追求速度的大唐 在死亡禁锢的面前不得不起回血奈 三 归宿血宠 像这样的宝宝流行于15连左右的五神坛 特点就是速度超级慢 血非常多 迟钝是其必带技能 而最出名的莫属于珍宝格的无限磁航 最早运用是龟素拉一素缝隙 然后玩无限磁航 从而改变战局 而随着双飞流的问世 使得施陀岭的施战在五神坛迅速走红 使得这类宝宝迅速流行开来 那时候无论龟成像还是白玄 都属于迟钝肉的范畴 属于人手一只迟钝肉 4.法防龙龟 在2007年开放法宝传奇资料片后 推出龙龟召唤兽 而携带的法术防御技能 可减少65%的法术伤害 让它成为了天生的盾牌 而法防的出现 可以说是梦幻PK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的出现直接宣告着 法宠和法系的终结 其实不单单如此 由于它携带高级防御技能 也是血民宠的不二选择 它的问世 让原本快灭门的花生寺 再次老树开花 1700房配合上高级防御 再加上天赋符等加成 可造就一只完美的血奈法防龙龟 面对狮陀的阴机 也只能被吹掉三四百去 它的出现不单法系打不动 连以暴力著称的狮陀 也是苦不堪言 该宝宝出现于20年左右的五神坛 一直沿用至今 5.死亡法防 此类宝宝出现于25年左右的五神坛 将幽灵和龙龟进行炼妖 从而得到双特殊的死亡法防龙龟或者幽灵 以子敬城的法防龙龟大阵最为出名 当时是全民劫难时代 龙龟配合化身可保持长期不倒 有着一战到底的称号 同时再将这类宝宝进行提速 要求快过对方的物理 来配合进行当前回合的死亡点杀 从而将优势扩大 6.迁速四吸收宝宝 随着多技能的吸血鬼诞生 对血宠也有一定的影响 像这种四法术吸收宝宝出现在了五神坛 30%的几率吸收法术伤害 吸收失败也可以减免30%的法术伤害 再配合高级幸运 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效的避雷针 加上迁速的加持 一出现就被各大风系所青睐 出现于40连以后 其中德阳文庙最为出名 7.静台庙地宝宝 随着明阳三界资料片推出后 出现了广目寻手召唤兽 它携带的静台庙地技能 可增加自身体质成成长成二的气血 主打就是一个加血 以180级宝宝为例 能增加近3000血 该技能一出现 直接将原有所有血宠全部淘汰 同时成为了合格血宠的必带技能 也将玩家15年的积淀 全部复制东流 还有什么血宠 评论区见哦